我們家的烏魚子切都是切切塊的再吃 這樣吃起來比較有口感 沒有沒有沒有 一年一次而已 一年一次而已 不要 要圍繞自己一下 對對對 然後呢 通常這邊要 這邊我跟他學了一招 因為他說 我通常就是把它跟蘋果蘿蔔插在一起 其實不是 要先吃一口水果再吃一個烏魚子 對 對不對 正確答案 因為這樣子才會什麼 先潤口 然後再來吃對不對 像你吃法國料理 先要吃冰沙才可以吃那個煮菜 它這樣子吃 你就會去吃到每一口的烏魚子 都是非常香的 所以先吃蘋果 是 我們以前不知道 都把它插在一起吃 對 一次吃這麼厚 怎麼好意思 它的東西我們在吃的烏魚子 你吃起來它會回甘 太過分了 為什麼我的烏魚子 烤起來 切的時候會糊糊 因為就是過頭了 太熟了 太熟了 魚卵都熟了就 太熟了 會散掉 應該烏魚子要會黏牙 才是會彈牙的 才是一個 所以不可以那個對不對 對 這樣子我記不住這味道 再吃兩塊 你要幫我們吃一塊吧 對 好吃 這是我今年吃過最好吃的烏魚子 真的 太過分了 怎麼吃起來好像這叫QQ糖 對 對 但是 鹹的QQ糖 有一點糯糯的感覺 有一點糯 糯 對 糯 形容真好 QQ這樣 一半也買不出去了 買了 我給你收起來了 而且它你看那麼乾爽 有一層膜要不要拔掉 要一定要拔掉 這樣拔掉對不對 對 然後 魚鵰 怎麼吃 就加 對 加起來這樣就可以 要加那個喔 加這個大蒜 蒜 光光醬汁有點 會吃得很膩 至少不會 好好吃喔 真正的海在吃 煮起來它一定不會硬 不會 那養殖的話 它煮起來它一定會硬 真的不會 真的不會 差別都差在這 你現在膽固醇 還可以吃魚鵰嗎 我不考慮那個問題 先吃了再說 我以為他說 我不考慮吃這個 反正我會幫天然料理 調理 好吃好吃 真的很棒 OK